95岁赌王娶四个老婆,他21岁的儿子更不是圣游的灯。 95岁赌王娶四个老婆,他21岁的儿子更不是圣游的灯。 澳门赌王何鸿燊有钱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本来的家庭也是非常有钱的。 何鸿燊的祖父何福是当时的华商武巨头之一。 这位华商武巨头之一的祖父的哥哥,不仅是当时的香港首富,而且是孙中山、康有薇和蒋介石的朋友。 这种朋友圈,这种家世,不得不说,赌王何鸿的祖父辈已经很牛逼了。 赌王的父亲何世光也是香港的著名富商,也足足有13个子女。 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富商,赌王何鸿从小就成长在富豪之家。 但也别以为赌王是靠家里的钱才成就这番事业,因为赌王的家庭后来加到中落,他后来才发份读书考进香港大学的。 至于他怎么成为赌王的经历,不是把先生今天要聊的。 今天想聊的,也是跟赌王一样有传奇色彩和风流本色的和尤君。 四太太的二儿子,温馨提示一下,和尤君的,由,字是这么读的。 1995年出生的和尤君,18岁就考进了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麻省理工,今年也就是21岁的年纪顺利毕业了。 三年完成四年的顶级学校的课程,恐怕这就是传说中的学霸了。 别以为他考进这个学校是爸爸捐动教学楼就能完成的事,人家爸爸赌王虽然家财万贯,但人家也用行动诠释了什么角,比你有钱的人还比你努力,复习到深夜,实习加班到最后。 除了他的学霸发形象,近几年和尤君最受关注就是他的感情经历了。 巴先生觉得,他的感情经历从一开始的专行到现在,换女友的频率越来越快了。 是越长大越知道自己资源多,还是经历过的伤痛太多,才变得越来越不会认真爱。 第一个女朋友,是西班牙籍的Friend Kicker,这位女生是西班牙驻港领市的亲属。 这段初恋只维持了两年,在2014年3月就已分手结尾了,何尤君还在微博上记录下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大概是很不舍得这段感情吧。 在何尤君还没发那条承认分手的微博之前,就有报道说他在非单身的事业扑中环,和一名女子热聊和交换电话。 然后何尤君本人就给了一个很君子的回复,除了否认新闻是假的之外,还说,分手后也一定要继续尊重前女友。 简直比那些分手后还利用前任男女朋友来蹭热度的人不知道要好多少。 这种好,又延续到了下一任女友那里。 过了大半年,何尤君在2014年底和上次巴先生,写过的那个整容组合BY2里的妹妹Yumi被拍到逛街。 那时候她们才刚开始恋爱,所以就需要很多时间待在一起吧。 于是BY2就一起去了何尤君就读的麻省理工进修一个月。 BY2在16岁的时候就除道出唱片了,到了被报恋爱的关头才说去麻省理工进修一个月。 但是,自然这件事就被媒体解读为,陪读。 媒体的意思是Yumi假装去读书,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跟何尤君谈恋爱。 给出的证据是麻省理工的校园网站学生名册上找不到Yumi的名字。 这时候,好男友何尤君就说自己的姐姐也想去麻省理工进修,从而肯定了Yumi不是去假进修。 看似发展得很顺利的恋情,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打脸Yumi的新闻了。 谁看了这个新闻,都会以为何尤君讽刺Yumi是想占便宜的女人。 说实迟那时快,好男友就出来澄清说那段采访是很久之前了,让媒体不要再伤害Yumi。 一个是整容女歌手,一个是高富帅学霸,这种贫富差距自然会让很多人不看好。 但这舞组合由军队Yumi的喜欢。 BYR开演唱会的时候,她跟着。 约会的时候,不止一次被拍到吃饭购物皮东西刷卡都是她,还在IMS上面发表,永远对你忠诚,的诺言这么喜欢,但还是在2015年12月分手了。 这段练情,维持了一年。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分手,这真是他们才知道了。 毕竟,两个人都说对方是先出轨的那个。 在刚分手的那会儿,也就是2015年12月那段时间,何游军就被爆出有心女友了。 这第三段感情,被媒体形容为,门当户队。 因为,这次的女生是新加坡十大富豪林荣福的女儿Kinley。 和游军仿佛立即陷入热恋一样,刚分手不久就在IMS上向全世界宣布这位富豪女儿的女友身份。 两方的家庭真的都是门当户队,不存在谁占谁便宜了。 看何游军的妈妈笑得多开心,就知道她有多期待这个同样是豪门的女生能成为她的儿媳妇了。 只不过,生活永远比电视剧精彩。 刚在巴黎铁塔下拥吻完不久,4月的时候,这位富豪女儿就删光了跟何游军的合影,大家就以为她们分手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富豪女儿是签了韩国公司,必须要把面型递下话。 所以她们当然是没分手的,后来还被拍到低调逛街。 精彩的来了,6月末也就是前几天,何游军就被记者拍到在超市露住一位混血女生。 之后又被拍到一起吃饭,甚至吓到这位混血女生用衣服遮住头。 所以,就等于间接宣布的她跟富豪女友已经成了过去式了。 那段感情,大概维持了半年吧。 这位赌王儿子的恋爱时间,从初恋的两年,到跟BY二妹妹的一年,再到跟富豪女儿的半年,真是越来越短了。 不知道这位混血女友,能维持多久呢? 不仅换女友,换得越来越快,巴先生对于何游军对她亲妹妹的感情,也是不太懂。 在微博不吝啬表达对妹妹的爱。 在妹妹15岁生日的时候,寄了6箱气球过去妹妹今年生日,甚至在妹妹的无名纸上戴了戒指,并跟所有人宣布,哼我妹妹的我会把你杀掉。 呃,这要还有男生敢靠近吗? 看来,富二代的生活,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互宗旺 Ya